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首练习是作者 郭敬明先生创作的 原来他创作了一首独奏曲叫做《青年木马园》 他把中间的快板部分把它专门用作练习 因为里边有很多拔肚音 那么这首练习我们演奏的时候主要是注意 一指四指的八度音的关系 越低音指距应该越大 越到高音区指距应该越小 前面的影子虽然音很少 但是尽可能拉的辽阔 有点草原的效果就可以了 在拉八度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运工的动作要小 动作大了以后它既影响速度又影响音色 同时呢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呢 通过熟练程度的加强 把音乐的旋律的自然的起伏把它做出来 这样显得更有感染力 这样显得更有感染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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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声 靠近畅 优察精彩 靠近畅 invent詞及 1994 〈练像方词 kolom字幕志愿者 辿膏